身杖孩子和照顧工作者 拿着乐器表演泰雅族传统歌谣 29号新竹市原住民身心障碍者协会 以及多个公益团体 共同举办原住民身心障碍家庭 欢庆父亲节活动 有爸爸看着孩子展现活力演出 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自己蛮幸运的 孩子有学习的空间 也谢谢他妈妈给他 很全力支持参加身心障碍这个活动 新竹市原住民身心障碍者协会总干事提到 父亲因为背负家庭的经济重担 经常独自承受压力 因此希望透过生长家庭之间的经验分享 让大家理解照顾的辛劳 增加家人间的情感 都会区的家庭的父亲 他为了生计就是要不停的工作 那家里有一个生长的孩子 他可能也不太会表达出他的焦虑或他的需要 我们就会希望其实透过孩子 或透过家庭的关心 家庭照顾者的关心 那一起来参与活动 然后带父亲出来 那也让他们看见孩子的能力 现场也提供免费的益检 以及肩颈按摩等输压活动 让爸爸在父亲节前夕 能够暂时放下照顾重担 好好的放松心情 原子新闻那么大陆 新竹市采访报导